作为全球知名钢琴家 朗朗今年9月在美国华盛顿 开启了2021年度世界巡演 此次巡演共20站 遍及北美中东欧洲多地 面对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 音乐如何打破番离 让中国文化走进他们的心中 近日朗朗接受了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最近也演了一部分了 北美的部分已经结束了 所以重返卡内基音乐厅 心情还是挺激动的 因为这是我自第一次在卡内基 和巴尔迪摩教育团演奏 《格里克协奏曲》 这已经是20年半过去了 当我走到这个舞台演奏巴赫的时候 确实是心里很震撼 尤其看到了这么多的观众 全场满座的观众 真的是很激动 心里很激动 在巡演中除了演奏西方古典音乐作品 朗朗时常会演奏一些来自中国的曲目 他说音乐旋律是一种世界语言 不论你来自哪里 听到美丽的旋律都会心动 首先音乐是非常自然的能走到人们的心灵 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 你听到一个美丽的旋律 你都会心动 旋律已经成为了世界了 它是一个世界语言 那么这次我在华盛顿演奏 就是我的全球首场的曲演 正好是我们中国的中秋节前夜 所以我就一想必须得来个茉莉花 我最近的曲演 我都会演奏一首中国作品 谈及音乐在促进国际人文交流方面的作用 朗朗举了本次曲演中的一个例子 这次我们在演奏Weird World Magic Queen的时候 我们这次用了一个合唱团 这个合唱团可以说是 虽然它是在纽约 但是它的团圆 你会看到背景是吴斯海 而且当他们一起唱出那种非常动人的旋律的时候 所有在场的观众 集办人们都跟着唱 包括我弹波西米亚皇上曲的时候那段也是 刚刚弹出来底下都是 我所有人在这唱话 这种感觉就是音乐的凝聚力 这是真的是很震撼 就真的是心理上的一种震撼 它是真的是能让大家凝聚在一起 作为联合国和平使者 朗朗还通过在联合国组织主题活动 探讨团结与合作 呼吁利用音乐文化与对话来推动和平与发展 在疫情前呢 每年我们都会在联合国做一些活动 通过不同的这个 这个主题呢 我们进行一些探讨 那么明年我们现在也正在做一些计划 会在这个联合国 会在这个联合国大会的这个开幕式上 我会演奏 然后有可能稍微说几句就关于为什么我们大家应该一起合作 这个不管是作为联合国使者 还是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 或者作为一个地球人 我们都应该是去不断的去让大家凝聚在一起